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的人的研究 那么在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我们首先把马克思讲的 这个异化劳动理论 做了一个抽象 就是马克思讲异化劳动理论的时候 他是把这个参照 就是说人的本质的一个定义 和人的这个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私有之下 下面的这个表现形式 把它区分开来的时候 来散发他的观点 也就是两个在对照的时候散发的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 虽然马克思在认述当中 因为他是一个手稿 不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叙述 所以在研究的时候 是把它砸在一块的 就是说是按照他的这个手稿的 这样一个研究方式表达出来的 那么我们在讲授的时候 就按照他的这个逻辑思路 逻辑思路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先讲了实践和人的本质 就讲了这个马克思对于这个实践 也就是对人的本质概念的一个说明 人的本质概念的说明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就讲了马克思的这个 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理论 也就是说在这个私有之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这样一个劳动的这样一个表现形式 它的一个变量表现形式 这是异化劳动 那么在讲了异化劳动的时候 我们讲了这个马克思讲的这个 异化劳动的这样一个四种形式 那么从异化劳动的形式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形式的整个考察 都是围绕着人的存在方式 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关系展开的 也就是说强调人的异化呢 是和异化的社会相联系的 就是人之所以异化 是因为这个社会异化的 是它处在一个异化的社会状态当中 那么这个异化的社会是什么呢 就是私有制 就是私有制 所以马克思在考察了人的异化以后 那么就进到了对私有制的考察 在这个地方呢 私有制 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历史的运动 那么就它 作为这一种历史运动呢 它是异化劳 就成为了这个异化劳动的 它的一个社会基础 那么作为一个社会基础 如果从整个历史来看呢 它也是异化劳动理论的一个必要的环节 一个组成部分 就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时候 不能把这个私有制这个部分给丢掉了 同样的我们在研究私有制的时候 也不能把异化劳动给丢掉了 就是实际上呢 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个问题两个方面 它是作为一种逻辑的抽象 讲这个异化劳动和能的本质相联系 那么异化劳动的这样一个和能的本质相联系 它是怎么异化的 它是怎么异化的 那一定是有一个异化的社会 所以你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联系到去考察这个异化的社会 你是没办法说明异化劳动的 这样呢就说 这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私有制 考察私有制的历史运动 是异化劳动理论的一个必要的环节 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反过来说呢 要解释异化劳动的产生和消灭 就必须深入到一定社会形态的分析当中 我们已经讲到这儿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下 私有制和共产主义 私有制和共产主义 就是在马克思那儿呢 异化劳动的产生和实现 是从私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 从私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 在这个历史运动当中 异化劳动的产生及其洋气 是能得本质的实现 也是能得解放的过程 那么呢 就是说 这个能得本质的实现 和能得解放 构成的历史运动的实际的内容 实际的内容 而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呢 就是能得本质的实现 和能得解放的经验基础 和感性形式 和感性的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是从马克思的 对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 这样一个基本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个时期 他是从人本主义的观点 从人本主义的观点 来理解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 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 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儿 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而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他是把它作为对能得本质的考察 及其实现 以及对能得解放 社会能得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认证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马克思对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定义 他是怎么定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的 首先我们看一看对私有制的定义 在这个私有制的定义当中 马克思有一个说明 有一个说明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这一段话分析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表述 他说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 最高的阶段 他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 就是说私有财产 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 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 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马克思这说了几层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他这个里面就这一段话 对私有制的定义里面 包含了哪几层意思 哪几层意思 那么我们说他的第一层意思呢 就强调私有制是历史的运动 是历史的运动 他获得异化劳动的形式 是在资本主义阶段才完成的 就是说他认为啊 私有制是历史的运动 那么这个历史运动 就是真正的这样一个私有制呢 他是他获得异化劳动的形式 就是私有制获得异化劳动的形式 是在资本主义阶段才完成的 这个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私有制 活得异化劳动的形式 是在资本主义阶段才完成的 这个就表明了这个 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之间啊 有一个历史的限定 有一种历史的限定 也就是说呢 不是所有的私有制 都可以产生异化劳动的 不是所有的这个私有制啊 都产生异化劳动 只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资本主义的这种私有制 才能产生异化劳动 才能产生异化劳动 这个界定啊 体现了这个马克思啊 和这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 根本的区别 根本的区别 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啊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 研究这个私有制 使他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不把异化劳动 这样一个形式 和这个私有制啊 把它有一种分立 没有做一种分立 而是简单的把这个 异化劳动 或者说把这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这样一个私有制的 特定的表现形式 当做是一切私有制的表现形式 本来这个私有制 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啊 就是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这样一个私有制 那么也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呢 是有它特定的表现形式的 它是和前资本主义不同的 就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啊 是特别有自身的 这样一个表现形式 而有很多是 前资本主义社会 所不具有的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就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没有对这个 资本主义条件下 所产生的现象 作为一种分立 作为一种分立 没有看到资本主义 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的现象 和前资本主义的 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在很多方面呢 都犯有很大的错误 他解决不了很多问题 对私有制的说明 他说明不了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资产阶级 在讲到这个 资产阶级经济学里面 劳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交换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那么他就不清楚 这个资本主义作为他特有的现象的 劳动和这个交换价值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把这个交换价值 作为一切 作为私有制 当他把交换价值 作为私有制的 一个普遍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普遍的概念 他就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他看不到什么东西 使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 就以为啊 所有的私有制 都是用这个交换价值来说明的 那么如果要 马克思说 你所有的东西都用交换价值来说明的 把劳动都归于交换价值 他说 那如果你搬到这个情况下 就找不到一个现实的人 就找不到现实人 就比方你对工业的理解 工业的理解 马克思说 我所说的工业的理解是什么 是工业化时代的工业的理解 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工业的理解 前资本主义 一个着房 它也是工业啊 但是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 我所说的工业 因为那个着房式的工业和现代工业 工业化时代的工业 它是完全不同的形态 如果你要把这个工业把它混淆起来 所有的着房式的也叫工业 那么这个最早的这个 这个一些小的这个 或者说比这个封建时期更早的那种小的 这个个体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都叫工业的话 你就找不到现实的基础是什么 那你考察现代社会是什么呢 所以你是把这个你的考察停留在一个一般的一个抽象原则的这样一个说明上 你这个原则可以说明一切社会 但是你就不能说明你现实所在的社会 现实所在的社会 所以你要说明现实的社会 你要把这个社会当中的 这个最主要的这样一种形式 最主要的形式 一个特殊的形式 把它揭示出来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把这个异化劳动和私有制 做了一个历史的限定 就是说实际上 真正的异化劳动 它是在什么 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私有制阶段才完成的 那也就是说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这个阶段 是没有异化劳动的 那么这是他讲的这个第一层含义 那么正是有了这个第一层含义 那么他才能够说明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它是就是结识了这个关系 就把它们这样 他就把这个异化劳动理论和私有制的关系呢 具体的落到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私有制 这样一个考察上面 所以这引申出它的第二个意义 第二层意义 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异化劳动的现实 也是异化劳动的感性形式 也是异化劳动的感性形式 那么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讲的这个 这一层是什么含义啊 他马克思强调 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 就是我们看到的 他这儿讲的 你们看到他的这个 私有财产 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 这是第二层意义是吧 是我们前面讲的 他说他到最高阶段 也就是到资本主义阶段 那么这样一个秘密才暴露出来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啊 这他讲的这个秘密是什么 他说私有财产 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 那么他说的这个 外化劳动的产物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从历史的起源上来讲 不是说在历史阶段 先有一个异化劳动 然后再有资本主义私有制 不是从这样讲 如果因为你这样讲的话 和前面 那就对前面一个私有财产 只有发展到最后的 最高的阶段 他的这个秘密才暴露出来 那么就很容易从这个 历史起源学的角度来考察 以为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这个 先有异化劳动 然后呢 在异化劳动基础上 发展为这个 资本主义私有制 是不是这样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呢 他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马克思在这儿讲的呢 是从一个逻辑的意义上讲的 从逻辑的意义上讲的 他指的是异化劳动的表现 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 私有制 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 物质的 开阔的表现 就是马克思在这儿讲的时候 他有一个说明 他说我这个地方讲的 他说是说的什么呢 是说的私有制 是异化劳动的 物质的 开阔的表现 物质的 开阔的表现 那么他说的 这个物质的 开阔的表现 是什么意思 资本主义的 这个私有制 也就是异化劳动的 他的物质的 开阔的表现 是什么 马克思认为了 这样一个表现 在资本主义 生产条件下 他指的是什么 是资本 也就是说 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 表现这种异化劳动 它是以什么 以资本出现的 以资本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马克思认为 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 就是资本的生产 就是资本的生产 这种生产 把功能变成了商品 把功能变成了商品 那么他就把功能的劳动 变成了资本的生产 所以你功能的劳动 它不是一个实现 自己本质的劳动 而是为资本的劳动 而他本身这个劳动 就是从属于资本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资本的生产 资本的生产 功能和功能的活动 都是资本生产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 功能作为 异化存在的人 他的异化活动 就在资本的生产当中 获得了充分的表达形式 获得了充分表达形式 所以这次就 功能的劳动而言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劳动它是资本生产的一部分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一方面能通过 这个功能通过劳动呢 生产了资本 但是当他去 我们可以看啊 当他通过劳动 他把他的劳动 是生产资本的时候 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他在劳动当中啊 不是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不是能得实现 而是呢 服从于资本 服从于资本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作为这个价值的充分表达呢 这个在资本当中充分表达呢 相反的功能在资本的生产当中 伤识了他的生命的价值 成为了异化的人 资本的人 就是他这个人啊 不再是一个 自我价值生命的人 就是实现自身生命的人 他的劳动不是 他生命的表现形式 而是一种什么 而是一种异化的形式 所谓异化的形式什么 他是一种异化的人 是一个资本的人 就是说他采取了一个资本的形式 那么这是他在劳动当中啊 获得的 本来劳动是能的本质啊 结果呢 由于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 私有制 使他的劳动成为了资本的劳动 他自己成了资本的人 而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人 那么从这 这是从功能来说 那么另外呢 资本呢 也成为功能存在和活动的现实 既然功能是资本的人 那么资本就是他的现实 资本的存在也就是他的存在 也就是他的存在 所以呢 也就是功能和他的活动的感性的异化形式 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当我只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生产 那么呢 这个资本就是我的一个感性的形式 就是我的一种感性存在 我存在什么 就是我的表现形式 我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 我是作为资本的人存在的 我是作为资本的人存在 所以资本的人就是我的表现形式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 你的资本的人就是异化的人 就是异化的人 这是马上讲的 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异化劳动的现实 也是异化劳动的感性形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异化劳动它不是 它是能实现的一个阶段 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来说 它就是人的现实 它就是人的现实 它不是人的一个过渡 就是人的现实的存在 这是第二个第二层意思 那么第三层意思呢 马上是说 另一方面 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 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个讲了什么呢 就是说私有资本主义私有制 是能借以实现自己抽象的手段 也是能得本质实现的必要环节 必要环节 那么马克思这儿所说的 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 是这一外化的实现中的劳动 不是指着任何一种形式的劳动 而是特指工业的劳动 而是特指工业的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的生产是以工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他说所谓资本的生产呢 讲的就是特有的工业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而工业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的生产方式的个别 它的根本特点就在于 它一开始是以否定土地 否定土地 并且是以资本和土地能得活动和自然相分立为前提 而发展起来的 就是这个工业劳动不同于农业劳动什么 农业劳动它是依附于土地的 它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而工业的劳动呢 它是以否定土地 以资本和土地能的活动和自然相分立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那么由于这样一种分立 工业的劳动就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和抽象性的意义 就是因为你分立开来了 你能和土地和自然分立开来了 这个分立本身呢 就是表明了人自身的一种抽象 人自身的一种抽象 体现了人的一种普遍性 普遍性 所以呢 它使人的劳动啊 表现为一般劳动 如果说这个 农业的劳动使人看到是一种具体的劳动 是一种具体的劳动 那么工业呢 给人的劳动 赋予了劳动呢 它的一般的含义 那么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表现为一般劳动呢 它体现了人的本质的一种抽象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把工业 这个费尔巴哈的概念 费尔巴哈呢 他的心理学 他用心理学这个概念呢 就是指的认识认 就是指的认识认概念 所以马克思用了他的这样一个认识认 也就是说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样一个认识的形式 认识的形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是强调了工业劳动和 这个农业劳动不同的特点 那么既然是这样 所以他总是强调 他的资产阶级 这个经济学家 不是把工业劳动放在 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特有形式 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个真正的完成形式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了 它的基础是什么 机器生产 是吧 它真正的发展 是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 机器生产意味着什么 进入了一个工业化的时代 这才使工业活着 它真正的这个特点和形式 所以一切 马克思包括这个对能的本质说明 他一定要用工业 用机器的生产来说明 机器的特性 决定了能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能和自然的关系 决定了能和自然关系 这个我们在前言里面都讲了的 讲了 首先是解释了重新界定了这个能和自然的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以机器为中介的这样一个建立了一个中介关系 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这个自然的一个联系 而是形成了一个社会的联系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他也建立了 重新建立了这个能和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以机器为中介的这样一个关系 使什么 使能从它的自然状态进到了社会状态 所以能的本质 因为能的本质 如果他说 它是它的社会性 能和自然不同的 和这个动物不同的特性 在它的社会性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社会性是不是在工业这个阶段里面 才真正呈现出来 所以说 什么叫工业的一般 什么叫抽象为本质 就是工业通过它的工业化 通过它的机器的形式 把人的所有的社会化的东西 以一个普遍的形式呈现出来了 那么人才看到 我的这个生命 也就是说 把人的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东西 和它自然的东西 把它分离开来了 呈现为一个一般的形态 所以能不能就看到 我的内本质是什么样的 原来我的内本质 就是我的社 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一个共同性 是我们的一个社会性 一个社会性 是有一个中介性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就强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的 这工业是一本打开了 关于人的本质的书 也就是说 他真正的把人的这样一个社会性 人的本质 把它呈现出来了 呈现出来了 所以我在这儿强调了什么 马克思所说的工业化 工业化 就是一个工业化时代的工业 讲到工业化时代的工业 而不是前资本主义工业 我在这个地方是讲清楚的 讲清楚的 呃 是马克思完成的 是马克思完成的 那么慢慢合作 here 不知道 在我是马克思 cono